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小雪 今天跟大家簡單分析一下 這次14.0改版新出的新作系列卡 那以下是我個人看法 大家可以參考就好 那有什麼想法的話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講 或是有什麼地方說錯的話 也請多多包涵 那我們先看第一張 大獎之一是仙女座 因為他的名字就樂等 我就不念了 隊長技是水屬性攻擊力1.5倍 妖精攻擊力額外提升3.5倍 這邊我其實很好奇 官方是不是把它做顛倒 因為他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 做給妖精隊的隊長 我覺得不是 一個很好的隊長技 因為我覺得官方應該要救一下水 所以畢竟河隊目前沒有一個非常強勢的隊長 然後還有消除四種符石 以上的話 四種符石的話 是包括新符石 該回合所受傷害減少20% 就是一個減傷的隊長技 然後主動技的話 是幻影流星 CV5 回復力減少50% 消除主性符石的話 追打 跟消除符石屬性相同的攻擊對峙 也就是你這回合如果消到 水火木光暗的話 都有消到的話 他就會追打 火木光暗四種符石的攻擊 各一次 效果持續至沒有消除 三種以上符石 這種的話 我覺得他算是一張不錯的隊員 算是一張不錯的主動技 只是硬傷就是他的回復力減少50% 那 隊伍技能的話呢 他有一個 算是內建一個小木屋的效果 那我覺得他的組隊可能有待開發 但是 主動技來說 因為減少50% 我覺得不是很好用 加上妖精類的攻擊力 本身就比較低 除非搭配水屋 所以 目前來說 我覺得這張是 不是說非常好用的一張卡 我覺得身為大獎的話 我是覺得他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價值啦 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第二張 是天貓座 天貓座的話是暗獸類 他的隊長技是 全隊攻擊力5倍 消除三種石 掉落一粒暗獸組織石 很明顯他就是要做球給暗獸隊 但是暗獸隊大家也知道 就是牛棚殼比較少 而且 結盾卡也不多 也不會比德魯伊獸隊強 生存力的話也不會贏過哈薩 所以我覺得暗獸隊其實 不是說很強 如果要玩的話 主動技是CT9 天降夜路 就是等於 暗版的阿圖 一回合內移動符石後 手機掉落的符石 必定為暗符石 那這個 如果你有玩暗隊的玩家的話 真的非常建議 一定要抽到這張卡 畢竟有一些 可能不能手下暗的盾 什麼的 用這張卡都可以很輕鬆的突破 所以我覺得這樣 是一張很好的隊員 隊伍技能還有一個 每掉落一力暗符石 恢復5% 我自己玩過之後覺得 沒有說非常的 非常的有感 生存力還是不會比 德魯伊或者哈薩還要強 我覺得這也是 多餘的 那第三張大獎 也是我們的蛇夫座 大家最看好的其中一張大獎 然後非常中二的魚鷹 然後隊長技是 隊伍中只有神及妖石 全隊攻擊力3.5倍 那如果 雙隊長的話 那就是 你在轉珠的時候 移動符石時 觸碰的符石都會變強化符石 那這個技能非常好用 是 譬如說你遇到鎖定珠 鎖定珠或者是 強化盾 或者是整版隱藏 你都用這張卡 就是可以很輕鬆的突破 然後移動步數越多的話 移動25步 攻擊力額外提升至最大2倍 雙隊長的話 就是提升4倍 那這張基本就是49倍的倍率 49倍 然後如果再算上這個 強化符石的增傷的話 其實 大概就是70倍左右的倍率 算是非常 嗯 非常強的平坎 你可以玩雜色隊 也可以玩 純色的 嗯 木神木妖隊 但是 我是覺得 木神木妖的話 可能就比較吃牛排 然後也很缺木珠 所以這個時候 就是大家可能要想一下 要怎麼組 可能要放一些比較短轉 短CD轉木的角色 然後隊伍中每個 妖精成員 必然增加移動步數時間 1秒 你裡面如果放4隻妖精的話 就會增加4秒轉租時間 這樣子就會變成9秒的轉租時間 而且增加的轉租時間 是不受2秒轉租影響的 然後主動技是CD8 15秒內移動服食 不會消除 如果隊伍中只有神級妖的時候 還有一個額外兩倍的增傷 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 你這隊要組的話 也不能放太多妖 因為你放太多妖的話 這樣子就會變得血量非常的少 所以也是要自己 這個組隊可能還是有待開發 等待神人組出最強的 這個蛇夫座的隊伍 我目前是覺得 如果很多人拿這張跟這個 娜騎隊來比 那我覺得娜騎隊還是比較萬用一點 畢竟他沒有幫種子 那這個地方就見仁見智 所以我如果說大獎的話 我覺得這張的話 還是有大獎的價值 那天貓也是有大獎的價值 他主要是隊員 那這張可能就是當作隊長 也可以當作木隊的 排珠隊員 排珠先增傷CD8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這張也是算可以抽的 可以抽的 然後再來是火的 陰仙座 隊長技的話就很爛了 就不用看了 主動技是技能12 滿技的話是CD7 光暗轉火神 並將水木轉星 也就是整版都會變成火跟星 那你看這個技能就知道了 很適合放在天罩 那但是天罩裡面有這個圍城 然後又有冥王 冥王CD6還比較少 那我覺得天罩 其實開了技能之後 都是一傷 所以他多這個神族補行 感覺是多餘的 目前來說我覺得這張還好 然後再來是御夫座 他 隊長技跟剛剛那一隻一樣 沒有用 主動技能的話 技能12 CD1 就是序能 序能減傷 最多可以減100% 這樣子 那我覺得序能減傷 現在關卡來說 其實用處不大 除非未來出這個連續 連續這種會 會打很痛的關卡 需要就是連續減傷 才會用得到他 目前來說就是先觀望吧 我覺得這張也還好 下一張 這個是我覺得個人認為 真大獎 龍隊 天龍座 龍隊專用的常駐增傷 可以讓你的暗龍史 從一拳變成三拳 隊伍中攻擊力最高的一個龍類成員 最大暗屬性攻擊力兩次 效果持續至該龍類沒有發動的攻擊 那隊長技能就跟這個伊達正中一樣 但是伊達的話 他是暗龍類攻擊力4倍 增加180點回覆力 這張的話是 不防暗屬性 只要是龍類 都是攻擊力4倍 以及增加180點回覆力 我覺得還不錯 主要還是他的主動技能 非常的強 CD8而已 而且 他是在左上角的 所以說代表說 如果說遇到這種重置 他的CD不會被重置 我覺得很好用 我自己實戰過後 我覺得 其實同玩隊 算是現在目前最強的龍隊 那其實他 他的開了暗龍史之後的傷害 其實也可以不用水龍石 放這張 你等於暗龍史每合的打3次 再加上這個 同玩隊的高生存力 我覺得這張算是 大大的buff的龍隊 有玩龍隊的玩家 一定要抽到這張 然後再來是 天晴座 對長技就不看了 短技是CD15 CD3 然後 隨機轉4到7力 新強化符石 我是覺得還好 我真的覺得還好 可以放到天罩 那其他 光隊的話 應該也不需要放他 這張真的就是 算是倉管吧 再來是這個 大群與小群座 技能12 CD5 光暗轉強化 隊伍中有3個以上 獸艾成員的話 將強化符石 轉為獸族符石 其實他這個技能 樂樂等 但是我覺得 嗯 不管是 德魯伊受隊啊 還是哈沙受隊啊 還是天貓座啊 基本上都放不到 都用不到他啦 那隊長技的話 就不用看了 都用不到他 我覺得這張也是一張商館 所以總結來說呢 我覺得這一次值得抽了他 一定要抽到的是 天龍座我覺得很好用 有玩龍隊的必抽 然後天貓有玩暗隊的 我覺得一定要抽到 主動技非常的強 然後 蛇夫 蛇夫當隊長當隊員都可以 我覺得也不錯 但是 這張的話 可能就有待開發 因為我也還 不是很清楚 他到底要怎麼組才會強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析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左下角幫我按個訂閱 右下角幫我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是小雪 大家掰掰 你看看 大家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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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